我们要移植一个肾脏给你的肉 通常我那两个肾不会拿出来 你说加第三个 对对加第三个啊 不是这样的不是拿掉一颗放一颗啊 不是不是 我们跟你谈话了 有胃吗 外观肾脏还得了 真的有胃吃吗 有胃吃吗 所以我想我也不知道说你们 今天下午六点晚上十点 超市实在有健康 爸爸最爱他 爸爸爱他 你现在说去也不算啊 应该要整台啊 要听起来感觉很不好看 今天所有最受宠的就是你 因为我老妖用女孩子嘛 他们是男的嘛 我是啊 我从小上男孩子用啊 而且我从小就是比较瘦弱 那谁叫他从小就长得比较大只呢 你现在在前面 用积极的大只 真的真的 从小因为他身体比较不好 那我的体型就是从小就是很大只 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做 被打最多的是我 对啊 他做做事也是怪在我身上 而且好像出国也只有浩然有机会 对 带他去 那其实我真的没有发现 我是到后来长大结婚 有一次在那个看照片 发现怎么从小到大所有的爸爸妈妈出去玩 都只有我在旁边 然后从来没有看到两个姐姐的身影在照片里面 对 只有你有出国的机会 就从小我爸妈去哪里都会带着我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姐姐他们功课比较忙 对不对 我自己也想去啊 可是不行啊 所以鱼爸只有这个浩然是你亲生的对不对 对 大姐也是亲生的 为什么出国只带小的 其他两个姐姐就不带呢 因为他们中间年龄差了好几岁 差四岁啊 所以有时候功课的关系 所以就有 骗人 对不对就功课啊 这是偏心 没有 偏心 也不是偏心啦 连别人家的小孩都看不出来 为什么浩然是 因为浩然我感觉他不是很会撒娇的人 他是他 他很会撒娇 他跟姐姐都很会 不会的是我 你为什么不会 不是 三个小孩子站在一起我体型比较大支 然后他们讲话都比较呲一点 我如果呲我呲不出来啊 那是你自己本身个性的关系 个性啊 那第二个也是 什么事情我也会抢着去做啊 看爸爸妈妈 会不会注意我一下也没有 妈妈爱大姐 然后爸爸啃他 很离谱 老二说你性格会偏差 对 真的 到现在还 我跟你讲老二啊 不是家里个性最好的 就是最坏的 因为最好是因为 他知道他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所以他还有一种 应对进退的能力 要不然就是最坏的 因为他需要吸引大家的注意 所以你是 我是最好的 因为我话还没有人理我 我话还没有人理我啊 你好 你会家里面做什么样的事情 家里只要受出众的都是我做 出众的 倒垃圾啊 倒七八百啊 不是 因为以前倒垃圾都要 要那个垃圾车来了 然后你没有赶快输垃圾就跑 对 对 那我们家有时候六七带垃圾 因为我比较瘦嘛 我就拿不了那么多垃圾 不是 而且我觉得 所以垃圾车它是用走的 我们是跑要去垃圾车 不是 因为我那个年纪 我觉得提的垃圾很丢脸 对 那你就觉得二姐提不丢脸 因为二姐感觉 应该不知道丢脸 真的 你看就是这样才会过程 姐姐心里冲伤 左边拿三十代 右边拿三十代这样跑的 还一边边跑垃圾车 等一下 但是 这世语爸爸从小不会因为 比如说老公是这么 他其实是为家里面做很多事情 他还想要表现 你不会因此对他 你应该更疼他 多一点疼爱吗 疼在心里面 因为你要适当的表现出来 因为偶人表现一下嘛 大姐大我一岁比较瘦小 才一百五十几公分 他又是跟我隔四年 他一出生也很瘦小 我是一出生就 我妈说我跟男孩子一样 就像男生养了 爸妈 对 都是这样 爸妈真的很偏心 从小分鸡腿公平吗 又是鸡腿 我们出去玩 我爸会准备很多吃的 很奇怪 你应该准备够啊 不是哦 他鸡腿拿给我妹 就转过来拿个香蕉 小浩 吃香蕉 香蕉跟鸡腿 他修得深一点 所以我现在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清过水果 他会看到香蕉 我就 你气啊 就会 红颜阴影啊 鱼板怎么会这样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解释解释 这是二十年前的秘密了 二十多年前 我们去阳明山玩嘛 准备了很多吃的东西 鸡腿有多出一个来 那吃完之后 那你们想想看 主持人以及各位 这个大姐 你看看 大姐 她的形状 能够要吃两吃吗 她的体型一吃就瘦了 对不对 天涯父母都是说 比较瘦弱的 比较多吃一点 可是她不要吃啊 她说我吃不下 你拿去拿去拿去 印给她 我就急 那我瘦弱 那爸觉得说 你一个鸡腿营养够了 吃香蕉 帮助消化 免得肥胖 其实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她的苦心 一杯杯 我可以感受得到 那其实一把 你从小对这个 二姐有特别的栽培 有 骗人 我们对家 三个女儿 每个人 都会英才私教 嗯 浩然她是比较 对舞蹈啊 中国的国业 古针方面 比较喜欢 我就是买了古针啊 给她学 请她老师 那另外呢 去这个 跳舞呢 去舞蹈社学跳舞 她就比较对钢琴有兴趣 那我就买了 为了她买一台钢琴给她弹 大钢琴 很贵耶 在三十年前那钢琴很贵了 对啊 栽培耶 对啊 用心良苦耶 她就没有想到用钢琴 买那么贵的钢琴来给她弹 她没有想到 她就想到 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 你会弹钢琴 我有什么虚荣心啊 对不对 扯不上关系嘛 她就是把 把她想偏了 就认为说 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 女儿会弹钢琴 所以买钢琴给她弹 好 这是于宝宝的发言 二姐 钢琴是为大姐买的 怎么说 从那半尾学钢琴是大姐先学 哦 对 只是后来 因为去学钢琴 弹不好老师会打 回来第二天就不学了 其他问题是我爸钱已经交了 就叫我去 我去我也被打 回来哭的也不行 还是不行 每天就抓着我去 所以是替补上去的 是因为学费缴了 他不好意思去要回来 不是 不是 因为刚才老师是他同事 他就不好意思了 以前我们谈不好老师会拿那个磅针 打手臂 打手臂 打那手臂 对 我每次回来手红的他 加油 因为他也 不是不是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解释解释 他对钢琴方面的 觉得这方面他 第一个他有那种天分 他有天分 第二个他对音感的 哪有 大姐学的时候 我说我要学 你也不让我学 你说大姐先学 就到后面 大姐不去而去就抓着我去 因为我再把这个秘密讲出来 没有 又是因为二十年的秘密 爸妈超狠心 天心竟然是因为长相 学才艺的话 我就要被迫学很多种 然后我妹的话 只要说我只想学画画 我爸妈就会说 好 她学画画很好 我问我爸妈说 为什么当时她只要学一种就好了 我妈就跟我說 又要把钱捶下的巴 要开 要开